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有個網友傳了一個新聞給我看 我看完之後我還特別去找中天版本的報導 以免被說三明治 總之這篇文章在說什麼呢? 一位台灣的前AV導演去中國後 發現自己身上天龍骨的驕傲與優越感都沒了 並感嘆到 現實是我們的小確幸可能會害死我們 裡面大致上的內容是說 在一線城市吃東西非常方便 在上海之類的這種勢容垃圾處理的問題 比台灣好太多了 對比台灣的物價也不怪 應該也沒什麼衛生的問題 因為他們的外送外賣盒裝的保溫的 遠遠都比台灣好太多了 以烤肉為例 在台灣夜市很多都三四十元一串的鹿串串 那普通人大概會買四到五支 但一樣的價錢 在中國反而是十幾支起跳 諸如此類後面還說什麼 KTV的東西 還有這個中國女生的狼姓 那還有說中國人如果有這個口角啊 他們很害怕變成S 因為他們S的話非常貴 所以只敢用隔空互罵的方式 我都不知道你這是在低級紅還是高級黑耶 欸來的我要無通你了 等著等著啊 他後面還說不像台灣啊棒球隊一堆 就算開法了也不會心痛 最後說到 真的對台灣還停留在政治鬥爭這件事 感到愚蠢 連我一個政治人感的人都看出 中國根本不需要把我們放在眼裡 他建議啊 有空出國去中國一線城市 或二三線城市看一下 回來有不同的感受 尤其是我 優越感完全消散 因為我們才是退化的那一群 我並不是要把中國講的 天上有地下無 而是現實是我們的小確幸 有可能會害死我了 好啦其實我覺得也沒什麼好嗆的啦 我認為是他看的不夠全面 畢竟你去這邊工作旅遊 你也不會接觸到這個黨裡面的人 他們是怎麼對中國人 你也不會看到爛尾樓的問題 你更不會看到河南銀行出戶 被欠款至今一年多還沒被處理的問題 這些你通通看不到 特色管理期間你也沒在那邊生活過 那些人是怎麼過這三年的 這些通通都不知道 這些你也全部不會講 因為你作為一個觀光客 或是短期去工作的人 甚至你根本就不會知道這件事情 因為他是極權國教 他會讓觀光客去 他想看的 讓我們想看的樣板城市去看 OK先來一個一個說吧 在上海等一線城市或新一線城市 吃東西很方便 我不知道這都什麼年代了 在哪個國家吃東西不方便啊 台灣超商的密集度啊 已經比全中國高數很多了 你即便單單把上海拿出來 我們台灣的密集度還是比他高很多啊 再來上海很多外圍的那種陳中村啊 還是這個好像是黃埔區吧 去年才開始有馬桶 不然大家都是要用便斗 早上再出去到 各位小粉紅你們不要在那邊 哦你又造謠怎麼可能都2022年了 去年嘛 怎麼可能還上海還沒有馬桶 自己去翻嘛 網路上B站你翻也翻得到嘛 是不是 這個影片我們去年 前年我都講過這些議題啊 這也是他沒看到的東西啊 我當初看到我也很納悶 上海耶 他的陳中村觀光客不會去的地方 像2021年了22年了還有些地方沒有馬桶 要不是有影片為證我還覺得是造謠耶 像是很多地方的強拆啊 你也只能說好 沒有說不的權利 即便是當年的這個溫州動車啊 說買就買 我相信他應該也沒有了解相關的話題 有些拆先戶拿得到 所謂的強拆補助款 有些人拿不到 而更多的人是被當地的政府 騙去買小產權房 而當地的政府也發給你所謂的房產證 但小產權房中央說是違法他就違法 結果罰的最後還是自己人民 而不是地方政府 這些我相信你也沒有看到對吧 而這些權利受損的人啊 就會去信訪局 大部分的人都會被打髮 打江山或是解法 相信這個部分你也沒有了解到 這流出來的影片 我們這幾年陸陸續續分享的 應該有不下100多條啦 他們的外送 盒裝 保溫 遠比台灣強 所以應該沒有衛生問題 這就是兩回事了嘛 你要知道在中國現在是越來越來越來 越多人在做外賣 為什麼因為已經捲到只能做外賣 這不是我說的 中國自己的經濟專家也在講這個問題啊 再來另外一個問題是什麼 中國的科技與很活 這個跟他們的盒裝保溫是兩回事 不管他用多保溫的方式 多乾淨的方式去送給你 他還是科技與很活啊 而科技與很活 這個是連他們自己粉紅 都是公認的事實 所以這裡千萬那些舔貢的台灣人不要再跟我說什麼 台灣也有少部分的商家也是這樣啊 我們每次在講的例子都是大部分的 這個社會氛圍 那歐洲也有啊 美國也有啊 對吧 我們可以從上個月 非常多家長反對 預製菜就可以知道 為什麼反對 因為你連在我面前做都可以做出一堆問題 都可以做到丫頭蜀國了 你預製菜我看不到你還得了啊 再說這個物價問題 我跟你說啊我今年去歐美非常多國家 歐洲就很多國家了嘛 我就拿超市賣的來比就好了 這個餐廳賣的更貴 餐廳我就不舉例了 弄餐廳舉例估計更打臉啊 超市賣的台灣可樂7 賣35塊台幣啊 對吧600 600毫升 美國賣差不多90多塊台幣 歐洲這裡不同國家的還賣的不一樣 我就說個均價好了 南歐跟西歐落在一坪可樂 3.5到4歐元之間 也就是121塊到138塊台幣之間 一坪600毫升不到大概應該 我估計應該500多而已 我還沒拿瑞士來舉例 所以按照這個邏輯 我在台灣可以買到三四坪可樂 在歐洲只能買到一坪 代表什麼歐洲在退化嗎 還是代表其實台灣生活很棒 當你去一個新的國家發現 這裡的物價遠遠比我們本國低 代表他的人均發展指數沒有我們高 如果你發現他的物價比我們本國消費高 那代表他們的發展比我們更高 像美國人來台灣玩 去越南玩 去中國玩 他會覺得過得很爽 為什麼 因為美國人收入高 他拿那邊的收入來這邊花 他當然會覺得非常便宜啊 難道美國人拿這個錢去柬埔寨旅遊 除非是什麼戰亂國家 或是特別膨脹到紙幣發行面額 有幾百萬的那種國家例外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該該怎麼 就是所謂的科普 接著他說中國人如果與他人發生了口角 他們很害怕變成打架 不像台灣就是亂磅S對吧 就如他說的 他不關心政治 即便你不關心政治 但你在台灣多少會滑到 台灣的相關社會事件的新聞 對吧 因為你就是本國人啊 你不想看新聞 臉書滑IG滑什麼滑一滑 多少都會看到 聽同事在那邊講講 聽朋友在那邊講講 路上吃個飯 電視在播你都會耳聞就習慣了 你就知道了嘛 所以你也不會特別去搜 什麼中國的新聞 或是哪個國家的新聞 但是我做這個議題啊 推特上都會去刷 所以你要確定中國是這樣子 你去看李老師的推特 李老師推特一百三十一百四十多萬 每個禮拜都有學生在學校S別人 前幾個月更扯 基本上是每個禮拜都有人去S 村幹部啊 村委書記啊 街道辦書記啊 或是什麼當地聽集的人 或是這個小縣長 在台灣這個年代 你可以看到新聞一個月內 有三到五期的百姓 我們不要說一個月啊 兩年內看得到三到五期的百姓去S 台灣官員的事情嗎 什麼八孩啊 唐三燒烤店 這個我就懶得再說啦 中國憲法表面上很重 沒有錯 但事實上就是擺設嘛 給你們這些人看 中國有法治 中國法很重 代表他依法治國 不要說笑話了 你去問有誰 自己內心是不知道 中國的法律就是領導的看法 憲法規定可以遊行抗議 不會被打江山 確實是如此嗎 拐賣婦女判得比 賣鸚鵡來得輕 我不想再多說了 總之是這樣子啊 我們再來說到他的郎姓啊 這一點 你在那邊長期定居 結婚生子 甚至入籍了 買房了 孩子在那邊成長長大了 你就知道了 我也不想多說什麼啊 在中國大部分 高級造家人或是有能力的人 都把孩子拼命的往歐美日韓送 因為台灣是因為 有很多政治上的因素 還有很多不方便 所以沒送 台灣如果開了我估計跟香港一樣啊 那些人全部都到香港去 一樣會到台灣來 這是因為現在我們還是跟他是不同的國家 知道嗎 而我們又是特殊國與國關係 他也認為我們是他的一部分 反正大家懂那個意思就好 我懶得再贅述了啦 這是為什麼呢 像是前外長秦剛的師生子 一堆在海外的粉紅博主 他們的孩子 連張芷怡生孩子也跑去美國 一堆前央視退休的主播集體到美國去 還開了一個退休晚會 現在帶大家來看一下一個影片就知道了 雖然這條影片粉紅也是在稍微嘴硬 但方向大致上是如此 帶大家來看一下 很多人都會誤獲 祖國這麼富強 為什麼還有這麼多人移民海外 其實我認為 70%以上的人移民都是為了孩子 你說國外真的有那麼好嗎 其實也沒有 你說他們有免費醫療 但是他們的免費醫療都是要排隊的 除非在生命危急的情況下才能使用 有時候是真的不如國內方便 但是從教育上來說 中國的人就真的太多了 人多就自然平 孩子拼命讀書 最後可能還是只能上個普通高中 那麼意味著好的大學上了 好的工作找不到 高的薪水拿不到 資源是真的不夠分配的 那麼這時候 很多家長就想要帶孩子跳出這個環境 去尋求一個更輕鬆 更不內卷的環境 你說真要移民出學 有幾個是容易的呢 但是為了孩子 父母真的又都是 其實他中間講的那些都不重要 重要是結論 你的結論是什麼 你用身體投票 在國外 雖然免費醫療 但是要排隊 你在中國不用排隊嗎 中國沒有免費醫療 你就不用排隊嗎 你看那個北京上海那個醫院 你確定排隊 以前你們還賣那個黃牛票 連他一個政治人感的人 都可以看出中國根本不需要 保護我們台灣方的眼裡 欸對你這句話就說對了 就因為你政治人感 你不知道中國的政治鬥爭 是要S人的 毛時代那個我就不講了 那個大家如雷貫耳 耳熟能響啊 我們就講最近李克強 他的S 無論是不是被聖上給害 我們都可以從百姓的反應看出一切 海內外的中國反賊或是中國人都可以看出 很多人藉此去諷刺聖上 導致聖上要盡快把他的事情處理完 給落幕了 不准你再拿這件事來諷刺我了 為什麼 這個中共中央可以這樣辦起 但是其他地方性的組織 不允許你這樣辦起 這個都是有發這個公告的 李老師推特很多都流出來了 為什麼 因為政治鬥爭嘛 團派哪去了 江派哪去了 中共前外長 前國防部長 這幾個月的事情而已啊 中共解放軍高層降臨哪去了 尤其是對台王牌的火箭軍 正負勢力哪去了 這個就是中國的政治鬥爭 你說台灣政治鬥爭厭 你看一下中國的吧 更早的時代我們就不用說了 那是一集都拍不完 你今天如果沒有特別去研究 中共的政治學 你去旅遊也好 你去工作也好 你還是一個外國人的身份 沒有接觸他們到他們的官僚體制 除非你是台商 而且你也有身份的統戰價值 不要跟我說沒有統戰這回事 黨支部就是幹這個事情的 統一戰線 而且這個統一戰線 不只是對台 對港 對海外 對歐美國家也是有 對中國自己的企業 學校 農民 通通都是有這個黨支部 有統一戰線 像你這點就不知道 因為你沒有去研究 所以你自然看不見 他們的政治鬥爭啊 世界上有誰可以得票率100% 三連 這叫做沒有政治鬥爭 北戴河會議 那個就是政治鬥爭的協商 我估計你北戴河也不知道是什麼吧 你現場舉一個聖上反對票 你試看看 還說什麼 中國根本就不把我們放在眼裡 那更是笑話 對台統戰部跟國台辦可以飛掉 對台的火箭導彈也可以撤掉 我去任何國家的時候 我都不會帶有任何的優越感 為什麼你本身就要帶著優越感這件事情 去他國看看 再來就是這個退化的事情 說真的我去歐美這麼多次啊 這麼多國家 那我是不是應該也要覺得自己有優越感啊 什麼法國 意大利啊 洛杉磯啊 捷克啊 斯洛伐克啊 匈牙利亞啊 那些西班牙啊 他們的高樓大廈還不到101的一半 米蘭這裡更只有兩三棟 四五十層樓的大廈 兩三棟而已 米蘭耶 南歐的經濟重鎮 還是時尚之都呢 歐洲大城市外面的房子 雖然看起來是很美觀的 但年代久遠也是有點破敗 很大髒亂的感覺 尤其是巴黎米蘭洛杉磯的街頭 也是很多髒亂的垃圾啊 也是很多奇甲跟流浪漢啊 在米蘭大教堂外面這樣子啊 在中國一線城市你基本上看不到 非常少為什麼 因為被趕回去農村啊 不准在我的樣板城市給我們中國丟臉 光光客會看到 台灣人會看到 我怎麼對他們宣傳中國偉大復興呢 像是歐美很多這個房子 路線跟水管都是 1960 1980年代那個時候 尤其是燈這個線路 你如果用24針 跟30格的相機跟手機去拍 很明顯可以看到黑條在閃 因為我自己有帶燈來不一樣 這就是老式的 還有電梯都非常的小 而且很緩慢 外賣跟超市都不如亞洲來的便利 難道亞洲或是台灣 比歐美發達嗎 是這樣嗎 我們來看一下這條貼文 就可以知道 這是小粉紅的貼文 我們可以看一下 米蘭有感歐洲是不是真的衰敗了 諸如此類 亞洲人穿的陽氣 米蘭街頭穿的都很樸素 因為他們物質慾望低 諸如此類 其實我在這個米蘭的百貨公司 我看我一眼望過去就發現 非常的低調的有質感 我明顯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我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然後他反正他就在講說 什麼歐美已經衰落了二三十年 中國要這種什麼東升西降 城市給了一種很復古的感覺 舊時代的感覺 如果去拍個美照也可以 但是這個感覺都不如 國內的三線城市吧 三線古蹟吧 感覺中國更現代化 人們的生活更富足 每次跟歐洲朋友閒聊 都想讓他們去上海看看 有種驕傲在身上 你看這個人均收入 跟這個福利水準 跟能不能自由的出國 啊你再跟我講這些啦 你看下面的人就有說什麼 去歐洲難道不是看歷史看文化 那是歷史的底蘊 是文化的傳承 西方都衰敗了 包括美國已經是 是不可擋啦 哎你去威尼士部 可以說是非常破舊 而且下水道味非常十足 前幾天才去的 我覺得沒什麼味道 你是去到義大利的唐人街是嗎 建議了解一下 歷史繪畫雕塑 再來看這個世界 打卡旅遊是真的很無益 對因為中國很多 大部分的人來歐洲玩是跟團 大部分啦 不能說全部啦 講到重點了 再過個二三十年 歐洲的老建築物 還是這個樣子 但中國的辛勞 開始破敗爛尾樓了 沒錯台灣也是這樣 而且台灣的建屋成本 其實比中國高很多 因為我們是地震帶上 最後我只能說 有這樣看不全面問題 用民主國家的生活型態跟思維 來看到中共極權國家的話 相信我一樣的模板 你把裡面的詞都換成歐美日韓 進步中國比較差 我中國的優越感 跟民主自殺感完全消散 你發在中國的平台上 如果被很多人看到 你估計就要被三鐵禁言封號 這倒還是小 你沒被喝啥就不錯啦 而這樣的小確信 才可能害S我們台灣人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我不想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伯祥小燕見啦 掰